反打 反打以后就是 如果他们用一些相似的赛车 还有赢的可能 因为这个图是属于 你拿了别的车或好车 都没办法再赢的办法 是 一个图 还有月光词 不要打 人鱼 看一下 懂了吧 懂了 但没必要啊 是啊 感觉懂了 但是又感觉 好像没有完全懂 嗯 就是 我觉得以悟空的世界来说 拿剧分不难啊 对 这是其一 对啊 对 还有其二的话呢 就是其实悟空 完全可以 不搬这张赛道 如果真的你考虑到 续月未来的话 你像墨高窟啊 续月那个 那个金花东梦 都可以反打一个 对 又有点没看懂 看一下吧 这局起步来说 敏敏下车是位女神 优势还是很大的 大家看后半段了 这边稍微有点蹭墙 影响一下速度 所以大家又叠上 对 暴力自由师放过来 看这边飞跃的路线 压车情况了 这边转上 看一下悟空 哎呦 这两个弹 这弹气全开了 这个弯道怎么办 这边出弹以后 看一下速度影响有点大呀 而且是个长直道 来到第二拳就可以开始利用自己的性能去后追 这位女神了 这个长直道直接拉近距离 从那道去卡明明 但是自己被反弹开了 对 但是速度影响最担心的 就对抗问题啊 点票这边又蹭了一下 但明明的这个失误更大一点 是的 BCU再飞过来 悟空这一分 拿到是没有问题的 暴力自由在前进一个侧身 特地有点票看一下 这个长直道的飞跃情况 是 先踩平台 再上跳台 最后再接一个甩尾 可以恭喜悟空先拿首分 对 压车压得很细 对 续约未来 乌山风银 感觉有关系 又不是完全有关系 嗯 应该还有东西 是 看不到 应该还有 就是有的时候看这个翻图 还得看完才知道 可以带着这样的疑问继续看下去 下一局明明来选 反打一手什么呢 北海鱼长 金华东梦嘛 哦 直接打机甲吗 你说现在就打吗 我觉得要把分尽快地先叠起来 千万不要被打一个0比2啊 甚至说0比3这样的比分 对 这张图不打得吧 0比3应该不太行 如果真的2比0了 那马上下一张图就得打 对啊 所以下一张图可以直接先反打 金华东梦 这一手吃掉智慧女神 可以反打一手 诸罗纪公园 有实习使者 对啊 那就先把实习使者打出来 再打智慧女神 那主动拳就容易丢了 对 感觉 这个旗下的有点 大 不太好修复 反正就是对于首分来说啊 这个更加的稳妥了 嗯 虽然我们觉得悟空 如果要是开智慧女神 应该也能和迷迷 不是为了吃这首智慧女神嘛 对 想打智慧女神的图 那就是因为现在赛车太多了 智慧女神什么时候能打出来 但如果下一局 基本上我觉得要么金花童梦 要么就莫高枯了 有个什么图 看一下悟空会不会 直接上制服女神 如果要上的话呢 相当于他并没有想打这首分 只是单纯的想打首分 或者是想跑快 更快的一点 应该不是 没必要吧 没必要 是吧 金花 用车 银河聚光 皮肤都不带 呃今天到二米的时候也没带 哦 老街工地也没带 可能喜欢圆皮吧 这把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 悟空五秒之内能不能重现 我觉得不能 你觉得可以吗 我觉得 难 五秒吧 五秒之内 应该能 看吧 看一看吧 两圈有点难 至少有个六秒的差距 一圈拉三秒 大家起步吧 然后还有一秒多钟 所以给后追是吧 对对对 哇 起步很凶 悟空 先抢领跑的优势 是 扔到甩过来 对 然后 被反抄 那下回来还可以再卡 对 卡完就结束 这一波交错过后 应该就是 还没有结束 这边进阶过来以后路线更好 而且平平这边速度不太对 对 这边在甩 那这五秒有机会啊 五秒现在来说有机会了 嗯 不过这个应该就是 真的是最后一次相遇 对 淡气延续也没延上 过去再甩尾 看一下这边路线 对 对 对 看 看 看 1.0到1.6 1.7 1.8 转点一下就到第二圈 就是赛车适配性在这张图的一个差距 对 第一圈拉开了2秒 2.5吧 嗯 2.5 第二圈如果不失误的话 5秒左右 真的就2.5秒 对 看一下明明个人操作 第一圈确实被挡得有点难受 对 这边稍微回了一下车头 稍微求稳一下 把路线回正 对 点下来过来这边稍微小磕一下 看这边点去点上 没问题 所以再甩 3.2 3.2然后后面是1秒 那基本上刚刚好5秒 对 看最后吧 这边路线过来悟空 没问题 明明已经要充现了 对 一本37秒54 而悟空这最后的话 哎还有ECU 4.89 刚刚好 不中满头争口气啊 刚刚好好吧 4.89 如果没有这个ECU的话 就是5秒多一点 对 行吧 这波 该搏还是得搏 对 第一圈就对抗拉满了 比分来到了1比1 下一张独孔选 就是女神才打失识者 打一号 不能选一号公路 最不能选就是一号公路 对 我的建议啊 就先不要盯着智慧女神 这一个点 其实你想一下 在拥有新黄 拥破 裁决都不说了啊 还有元吉 嗯 还有孙空 还有十一十者 在拥有这一张车的情况下 你智慧女神 你得打到猴年马月去 还有阎君 确实 其实他是猴 他也不希望 所以再反来 反观看一架手图 还是不懂 就是想拿那一分吧 应该更稳妥地拿一分 反正没变吗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 就是主动全 完全在悟空这边的手底嘛 就如果你是想吃 要出女神打这个点的话 我能稍微理解一下 不可能的 你前面最多七局比赛 打不出来 怎么都打不出来的 刚才数出来 加上这两局的车 都有七局 而且还要互打是吧 对 悟空对吧 玩心跳 敏敏这边氮气都已经被悟空卡没了 对 卡了一首分过来 对这边还没有卡七分 下一张图悟空来选 亚特 亚特打冰魄 难道是想骗原集 但是冰魄在这张图 我觉得对于选手来说 打原集是可打的 敏敏让了 说明什么 说明双方 对于彼此 都是非常非常的慎重 尤其是面对的RW吧 因为RW有从你第一张图 你拿一手机甲 那你保不准 这一手再拿一个机甲呢 但如果被吃药冰破 就得不成失了 这张图机甲 未必干得过冰破 嗯 维尾被挡了一下 再甩 第二弹 想一下这张图 凌王哈迪斯 怎么才能站上冰破呢 15啊 要15几下呢 嗯 现在这个距离是一下 但是第一圈破哎 拖飘了 对明明这边先拖 又拖二段飘 是稍微卡一下 这个路线对 这个补器肯定是没有必要的 哎又是个大拖飘了 没了 本来也没了 对这一个拖飘 直接把距离拉开到了两秒多 小玉也出来了 看下无封 摔过来看这个ECU的施放 哎呦有点太靠右了 哎呀这边贴贴的 贴贴了好久 他出完的时候感觉多点了一下右方向间 对直接贴上去了 对但这个距离还是不够壮的 如果够壮的话刚刚明明一定会 上演一下敏实身状 这边走进到直接甩 是路线还比较完美的 哎又脱了 他脚蹭了一下 蹭了一下墙 就把路线给搞歪了 但是即使在这个点 能够达到兵家齐区的话 其实在后续 长时到也没有优势 还是有很大的劣势的 长时到的话 也是冰破的这边更加的厉害一些 是可以恭喜悟空 拿到第二分 一分来到2比1 那下一局明明 云游天虎 云游天虎 那么问题来了 云游天虎 悟空会不会抢起原击 那打青云春呗 清云春也可以抢起 那起啊 因为国服纪路是等同的 差不多嘛 对 一样的 那起啊 但确实 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 清云春可能要比云游天虎 还要好一些 嗯 看下一首明明的选择吧 嗯 云游天虎 千云春 两张都都可以 不是这两张应该 反打冰破 没有了 没有好大的 这边要没了 嗯 看来这局 这七云春更好一些 对 但七云春的话 我觉得悟空真没必要上机甲 倒不如上一个冥王哈迪斯 意思有点不一样 其他的 节点 尝试挡一挡什么 对 云游的话 是完全可以上机甲的 对 这几下飘移 感觉 尬的名好像在秀操作 嗯 手速很快 哎 我点我再点 对 这完全就是秀起来 你看又点 又驼 打的吗 你用天赋 看用车了 觉得悟空可以抢起机甲 原集 因为soul赛当中 原集和悟空是一样的 呃 起了一手悟空 跟悟空 悟空 悟空起了一手输悟空 我觉得不如原集 你觉得呢 想要吃饭肯定原集啊 但他就觉得原集作用太大了 但是 有什么区别吗 都有机甲 对啊 soul赛当中 怎么都是一分啊 那就是 凭自己 就是领先方 这张图他自己来选 然后避免孙悟空的图 看吧 哎呦 连续被挡悟空这边出弯 也受到一些影响 对 明明这边集气 虽然是冰破啊 但是也受到一些影响 可能影响后面的小分节奏 CWW 下面一个弯道 钻内线 ECO 会不会有人留在二楼 没有 没有 ECO释放落地非常完美 但这个弯道 并破的优势来了 对 而且悟空这边只有311的速度 刚刚 有失误啊 这次拉过来 一个小飘CWW 空中转线压车 原体至少在这个点吧 还能拉进距离 对 东空的话 没有优势呀 看一下后面这边加速带了 这边加速带给的这个氮气 直接开氮气 也算有新跑法啊 对 这边开氮气过来的话 稍微快一点点 但是发现在冰破氮气延续面前 好像有点不太够用 对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优势吧 再加上前面的视节点 其实没有做到那么到位的情况下 也会难 嗯 就看明明给不给机会了 嗯 只要前面这个点明明不失误的话 悟空就很难追了 0.5 0.4 这个点速度还是会有一些优势 但是甩尾WW 路线是比较完美的 两条老板又变成了0.5 最后一个进到也撞不到的情况下 明明可以拿下这分 还吃掉了悟空的孙悟空 恭喜明明2比2 双方赞品 对啊 这局就是悟空 他的优势点 就在于他分的比较高 但是 现在这个分数打到后面 真不一定的 是 就除非他现在是 3比2的那一方 他拿出孙悟空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最后的手图是他来选 就这种拿太早了 如果下一分 3分 第三分是明明拿的 那相当于第4分一定是明明 其实拿早了 倒还好 但是 应该拿远吉啊 为什么拿出孙悟空呢 我出孙悟空这张图 在近期有新的突破 优势不大 基本上整局看下来 这张图还得并步 对 整局看下来就是 就是从一些跑法 包括节点上来看的话 还得去并步更快 林敏再将比分搬平 下一张图 悟空再选 下张图怎么选呢 骑虎被扒了啊 这首 雾山我觉得 总该有它的意义吧 他就选一张上机甲的图 固言归罪 打什么呢 远吉啊 直接上机甲吗 对啊 对于不管是明明 还是悟空来说 都没有不上机甲的理由 这一局要抢分 我觉得应该要拿 都要拿 对于明明来说 这一分如果拿到了 那第一阶段 再不记得分差 也是个4比3 而且他领先 但对于悟空拿到了的话 至少他有机会图一个4比3 对 因为明明要拿那个孙悟空 把分给打平嘛 最后选动拳 可能在悟空的手里 但明明如果这局拿下的话 有可能4比2 直接带走 来起步 起步东西过来 一个弹射 是内心卡 下一个弯道再弹 下面什么跑法 悟空是飘移 明明在前面直接甩尾 这个跑法要选择更加极限一些 而且弹射过来以后 明明还在顶线位 先过来看 这边的路线 长颜柔的路线过来 是的 等一下看一下 这一个ETU的释放点 你们说路线都很震 是 这边再接一个WC加W 空中要压一下车 长延续 要看后半段的控车路线了 你拉过来 明明太靠右了 上了栏杆 对 这一波上杆 直接让悟空实现了反超 并且就先了一秒多 这一波锁台过来以后 距离有点远了 进入到第二圈 目前这个1.7秒距离 不太好追 从前期来看啊 明明这边的优势是很大的 而且感觉悟空 好像直接选到明明的点一样 在这边拨了一下 再衔接一个进阶过来 对 不过还是领先月上 有0.3秒的前叉 看下后半段了 我们再甩 叶佳 对 这张图还记得是 这边路线要调一下 月上打 O13的这场比赛啊 最后一局用这个 破的 对 远击 再来一个点票 悟空打破记录没有问题 几分17秒 17 恭喜悟空拿到第三分 同时打破固元归岁的记录 3比2 那下一张图 准备望着3比3了 那 孙悟空用完不亏 不亏 不亏 对 其实相当于一回事 对 一回事 就那局用了孙悟空 不管用不用孙悟空 下局 悟空选 什么车 或者什么图 明明也都能打 对 对 所以就相当于双方在争 这个第4分了 下一张图明明 可以选一下 狮子 孙悟空哪张图比较强 狮子 车龙是跑的 狮子孙悟空比较强的图 还真想不到 等一下有没有其他的 还真想不到 记录 恭喜RW悟空 驾驶原机之星 打破固原归罪的记录 之前是月上 那天 打满整轮solo 在最后一局 打破记录 拿到胜利 被一张固原归罪 今天由RW悟空打破 还记得我们 最开始认识月上的时候 是在这张图 当时是他们 赛季最后一场比赛了 然后选了一张 不愿归罪破的记录 对 保持了很久 当然我们 刚刚认识悟空的时候 这张图也是他的王图 对 还是火神时代 那还要追溯的话 之前东方的王图也是不愿归罪 对 要更近一些 2021年 下一张图 明明打送风 哦 有一张 什么 零号实验场啊 但是也是凝青的图 对吧 属于双方王图 打一个不打呢 但是也没有更好的了 我觉得可以打 因为 从明清这个赛季 不管是选途啊 还是表现来说 他好像不差这场零号 对 而且零号也很久没打了 嗯 选了零号 零号来了 那悟空就只能 用我们更为熟悉的 按摇武神 快乐0.01的迷迷 摄像图记录是可封的 1分28秒9 1分28秒8 对 也是驾驶的孙悟空 这局看一下 是不是起步就要目送啊 只能看着了 嗯 这波悟空想要复合一下 金华东梦都没有办法 因为 太难了 悟空在这张图 就是简单粗暴啊 这个直播就要算 直接走 对 这个甩尾 但是明明这边又被顶开了 第二台台台出来 悟空的这个路线 其实卷的真的很刁端 人数被挡住 看这个暴击点过来 落地以后再典续 打一次又直接冲啊 冲怎么冲 我觉得直接 溜着机造虫 把明明照 公开是吧 鱼死往迫 是的 但是担心的就是鱼死了往迷破啊 嗯 但也没必要 再看一下这边得使用一个进阶 不过 机会啊真的 近乎鱼是等不来的 难选是 嗯 速箭加 这边更浓潇速 地明明这边速度有点不太好控 是的 速度太快了 做完以后又磕了一下 哇 悟空这一把45.8 0.2秒的差距 对 而且明明刚才这没啥弹器 没有把松空的这个特性 发挥到最好 这距离还是够的呀 0.4秒 下一个ECU再释放过来 没问题 但前去这边节奏是很好的 悟空再被拉开一点点 0.5 0.6 明明重新开启个氮气速度更快 拉开距离 0.6的差距 是看一下这一把明明记录有没有 因为可风后面几个弯道飘就稍微有点肥的 现在最后一个断空飘点了 是的 内线 双延续以后 CWW明明最后断空飘 再来一个点飘记录有点难 28秒98 不过还是顺利拿到这一分 悟空30.0 他第一圈跟得也非常的近 但第一圈尤其是断空飘明明出现失误了 小失误 假死 就飘得稍微肥了一点 30.0 这个应该是暗阳五神的最快记录 之前见过最快的应该是明星的 30.1 是 但是30.1跑到的有好几个千群 也跑到过31.19 31.19 31.1 这局就是跟着明星跑就对了 你能跟着他这个秒数一定不会少的 对 这应该是二圈五神见到过的最快成绩了 3比3 第一阶段最后一张图 悟空选 现在赛车打不出来 都是相当于同车 对 那这最后一分谁能拿到还不太好输 对 就是阎君心黄 基本上就这些车 而且 其实打到4比3的话 第一阶段 以这样的分数结束 对于第二阶段的选手 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因为落后方是有一个选途权的 你刚上来选的赛道 基本上也都是自己的绝货赛道 只能说稍微的消耗了一下自己的地图池 但是作为第二阶段登场的选手 你至多也就能打个六局比赛 对吧 对 对 7加63嘛 所以说六张图 自己选的话 顶队也就选个三到四张图 怎么都够的 下一局可以尝试啊去挑战一下 狼队的时序使者 一号公路是吧 一号公路或阿尔法 一号公路 换一张换一张 阿尔法 阿尔法 再换一张 诸罗记 一路向前 对 诸罗记一路向前 这样呢 可以 一号公路 明明的记录 一号公路 然后阿尔法的话 明明之前第一圈跑的都已经比 之前自己机甲跑的快很多 对 但第二圈15 还跑了一个30.9 一号公路 一号公路我觉得是最保选的 因为明明跑的比较多 听到了你的召唤 这是谁选的图 这是悟空选的图 一号公路 就是要挑战一下 虽然05.7 还能更快 对于这辆车来说不是最快 对 再快个意表都没有问题 但是 毕竟人家跑出来了呀 而且也练过了呀 这个 顶峰上 而且我觉得这张图啊 反而是明明跑得更好 年轻的话 他更喜欢戴阿尔法上用 对 所以你倒不如选一张阿尔法 消耗一下也行 对 或者你干脆就别大时与时热 起步 WCWW 哎呦 地关都刮蹭了一下 没有蹭掉 但是明明这边拐歪了 但他主要是因为他给弹气油有小喷嘛 所以CWW还是能叠上 再来WCWW前面明明飞得很高 看断空以后下来以后明明直接歪掉 这边再选择一个甩尾过来 一个大的反超 就堵这一个点嘛 因为这一个点就可以完全地左右 这张图的一个胜术了 没错 看一下后半段了 这个后追到底谁更细节 至少后面的长延续 这个点现在并不算是一个失误点 就直接形成一个反超 但悟空这边留了一首ECO 对 这个点基本大家都不会掉了 就看后面的压车细节 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 这个弯道是开一个单气 这个超级单气 延续过来 以后下一弯道还是一个超级单气吗 再等一下 再来一个侧身 对 超级单气来了 前面ECO可以直接实验反超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还干燃了 在明明这个速度上 没空就明明也上强了 这 但最后啊 双方都失误的情况下 还是悟空这边调整更快一些 也是恭喜啊 代表悟空先拿下第一阶段的胜利 对 4比3 将比赛带到第二阶段 最后这个完完全全的戏剧性 仿佛看到了道具赛 中刀的原物一样 悟空吧 天使我能理解 毕竟ECO放完以后 这个 你的速度包括方向不太好控 但明明这波失误是 被吓倒了 可能是 礼包来的有点突然 但是呢 自己又比较羞涩 悟空使不得 大可不必这波是吧 但是 但是 就是悟空的失误我是能理解的 但是明明你这是在正常 呃 有可能是因为他 没解释不通 就是悟空 除非ECO给他标歪了 悟空只在在那个 内道当时是卡的 这样明明的 但是我想你就算没卡 你后面也能调整啊 明明入弯的那个角度就不对 他有点倒 嗯 总之很快 总之 找补不回来 但是 3比4 4比3其实没差嘛 对 看一下第二阶段吧 第二阶段 十字可宁清 4比3看一下这七局比赛啊 拿下来 挺有意思的 对 咱可以直接到 最后一起断 悟空这个直接平行了 飘不起来 飘不起来 然后撞墙过的 明明呢 这没有人影响他啊 对啊 这么早飘干啥呢 难道那边被卡了以后 速度不对 没有被卡 啊 稍微就悟空 放那一些 不是从那道去钻的吗 这顶多一下 撞了一下 啊 这都没卡掉喷 就是正常CW过去的呀 这个啊 有可能是当时 就稍微的施了一下神 嗯 看到悟空飘了 觉得自己也到时候了 因为众所周知 猴哥的路线 在连赛当中远近门迷 那猴哥都飘了 咱不得意思一下啊 那就得说起西湖了 是飘了也跟着飘了 结果呢 或者就是另外一个层面去解答 嗯 因为你说猴哥 刚刚西湖兄弟对不住 但都为了赢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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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